工智能究竟是甚麼呢? 介紹給大家 剛才這個圖是說 在2023年1月 香港在統計有749萬人口 而當中很活躍在網上的 有697萬 93% 而很活躍用社交回台的 有673萬 即是說今天你用手機 你沒有上網 你沒有用社交平台 其實你就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爸爸80歲 我都教會他用WeChat 他都吃上Facebook 你要想想 你喜歡學 其實是跟這個世界脫了之 你不知道這個世界發生甚麼事 2023年裡面 原來在這麼多個社交媒體 最多人用就是WhatsApp 第二就是Facebook 第三就是Instagram 第四就是WeChat OK 後面那些我覺得大家比較少用 兩三年前 有人經常說Facebook 會被Instagram過的 沒有人用Facebook 老人家才用Facebook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但到今天為止 Facebook和WhatsApp的用量 大家都是接近80% 大家不要看輕 你在Facebook post的東西 是很多人看的 是很多人看的 只不過他沒有特別去點讚你 在YouTube裡面搜尋哪一個排名 是第一 原來在2023年1月 最多人用YouTube搜尋就是聽歌 有沒有人用YouTube來聽歌的 舉手來看看 哇很多真的 第二看電影 有幾多人用YouTube來看電影 嘩厲害 大家一起討論可以看的 第三 MIRROR 有沒有人在YouTube搜尋過MIRROR 原來MIRROR是第三個搜尋最多 大家不要看輕 原來多拉A夢排第七個 原來你講一個關於多拉A夢多人搜尋 有沒有人搜尋過姜濤 為什麼這麼多講過 排第九 不過我們公司都不選擇 張敬軒 看到嗎 排第十一 Bang Pink排第十 我們公司贊助的兩個熱唱會 是排第十和十一 那麼多人搜尋拍是否會記得你 OK 大家不要看輕 好啦我們再看 就 賽馬原來都很多人看 開心祝弟和愛回家 原來這麼多人看 我都不知道 這麼多人搜尋 OK 你接著 嚴明騎在第十位 很多人是很喜歡看TVB 原來現在網上看TVB 因為網上都可以看到他截錄那些編集 律師去做一個廣告 做一個贊助 原來那個人多人搜尋 才有廣告效應 是不是 你找一個不認識的人 大家記不記得 好像剛才立即說 Bang Pink演唱會的時候 我們公司在香港站 IFC每一條長酒樓 賣了一個很長的廣告 記得嗎 有沒有人騙過 有不認識 當時他一出廣告 我就在那個打橫的電梯 就拍了一條片 由頭拍到尾 就放了在IG 到今天都有人LIKE 有四千個人LIKE 我很多人喜歡的 你才看到威力 你說我想 有些人又拉到我的IG或Facebook 原來公司賺助Bang Pink 就是幫我拍一條片 拉下去 Hashtag Bang Pink 然後他會看到我的版面 那我又會看到你的東西 正如一個concept 這樣下去 不要看輕公司用張機片或者Bang Pink 接著就是手機APP 手機APP 最多人下載 第一就是法輪通 第二就是KFC 我想問大家 有否人下載KFC 有嗎 有嗎 兩個 有嗎 下載KFC後 有甚麼特別優惠呢 OK 我都有問我的兒女 你們有沒有下載KFC 原來他們有下載的 有用的 我都覺得他有吃炸雞 但是他們都有下載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接著是Whatsapp 接著是Telegram Zoom 下載程式 Zoom 很多人用的 TikTok 第八位 其他有很多是遊戲程式 好了 怎樣可以搜尋裡面 令到人認識一個品牌 這個很重要 這個訊息 大部分都在網上的搜尋器 可以搜尋 第二位 就是人傳人 去令到他知道那個品牌 我們的行業就是人傳人 大家不要看輕 有個客人refer你 或者他推介你 這個是排第二位 七十幾個% 令到別人認識你 這個品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對 早 一二三月 很多客人傳Whatsapp 給我 喂 讀師快座你真的要看 很好看 你不可以錯他 客人是無端的平時Whatsapp 我都Whatsapp我 他是推介我 要他看這套戲 幾個不同的客人 從來都沒試過有客人 會這樣特別推介我 你想一下那個品牌效應 是多厲害 所以如果客人願意用你 接著去推介 用Whatsapp 推介你給其他客人 是不是更加有效 我網做那些社交平台 什麼都沒有了 要找一個客人推介你 但客人誰會推介你 一定有原因 對不對 這個你就要做好自己 這個程式 我覺得挺好的 你說我是Android 一會兒會介紹Android 人工智能 這個程式 他有四個機械人 四個機械人 來自入資訊 是不同的公司 第二個C字頭的機械人 是資料庫來自Google 其他三個 是來自OpenAI 和Microsoft合作的公司 他們入資料 但是每一個機械人 入的資訊 是不一樣的 當時運一個問題 我會運四個機械人 綜合了他們的重點 我才自己去理解一下 究竟那件事是什麼 我究竟 這個S幾個機械人 有四個機械人 是的 你可以用 是的 以及這個S字號 是什麼 你打中文是出中文的 他回答你英文 你都可以說 麻煩你馬上翻譯中文給我 立即一秒鐘內 就翻譯中文給你 你打中文進去都回答你中文 對不對 是不是非常好 不用節目廣告 我又覺得他們答得挺好的 究竟遺囑和信託有什麼分別呢 第一個機械人就說 遺囑和信託 我們看第二段 是一個法律文件 是一個人去世之後 分配他的財產 去世之後 要分配財產 下面第二段 信託是一個財產管理的工具 把財產轉移給信託人名牌 就令到首映人去使用 它是可以設立這件事的時候 是可以在那天在世的時候 已經開始運作 其實我都覺得它答得挺仔細的 因為我自己上CPD 我是知道可以這麼安排 但我不會看到幾大的分別 但它會把重點說出來 兩件事的分別是怎樣 我們去演繹給客人看的時候 接著我們才能說 怎樣說我們的大壓普達 或者多元貨幣 我覺得這些都是有用的 第二個機械人 遺產是去世之後才安排的 信託在在世的時候安排的 這個它都很重點說的 第三個 這個是Coin邦的 它一出來就已經是 它就說 生效的時間大家不同 財產分配也都不同 避免繼承稅 這個是第一個機械人有說到稅務過問題 剛才兩個機械人都沒有特別highlight 施密性 這個我們上課也有說的 遺囑是公開的 但信託是沒有人知道的 這個它也都說多了一個概念 幾個機械同時間 拿它重點你就容易 第四個它就很簡單 沒有什麼特別詳細的 那你會見到就好像四個老師 但你每個人強項不同 有些是數學提的一些 有些是作文的一些 我聽網上很多老師都說 就是它可以幫大家作詩 可以作整段文 整個故事 你將主角所有東西 你越仔細給指令它 它就越作到越詳細的東西給你 重點是你怎麼給指令 大家學是要學怎麼給指令 你說我平時寫東西不是很厲害的 文案 你將重點字寫給它 它就會幫你作一篇東西出來 舉個例子 我很想去學做團體醫療 我想寫封信 去介紹我們公司的團體醫療 去拿個報價 那你就將重點字給它 叫它幫你作封信 是可以的 變成你又可以有一些 你有沒有自己文法 文法不是那麼厲害的 它都可以這樣幫你做到 究竟這個人工智能 這個 我們公司是否經常用i-check 對 以往我們的i-check 那個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 我很記得的 之前公司那時候 那個i-check 就是 他們將三千條問題 關於我們的工作 入了這個機械 那跟著我們再去問它的時候 就每次會記錄 發覺自己答錯 他就會記錄回答對的 我們就每次用 越多人用 就越教識他多些東西 但是是三千條 關於我們保險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 有時候大家會覺得 問極他都好像回答不到 因為我們其實挺複雜的 就是我們保險那些是挺複雜的 不是那麼容易 那個機械可以立即回答到 我們想回答的問題 那現在新一代 上年十一月出的這個人工智能 他呢 是將全世界很多很多的data 已經入了進去 就像是一本字典的 字典的 你知道嗎 那你呢 就開它出來 你想查的 那他就給你一個答案 就是這樣 那當然你自己要複合 答案是對不對 你自己要去再複合的 好了 因為CheckGPD是美國發明的 你進去問他 唐詩三八首 他不會回答你的 我想問中國歷史的東西 中國的東西 其實中國都有中國 用Android機出的 叫問心一言 這個月會出 但是仍然我每兩天都有 進去Lock in 但都沒有Lock in到 但你已經可以下載的app 那如果Android機的朋友 又可以去試一下 因為西方國家出CheckGPD 一定是有很多東西 就是西方的資料 和偏向西方的想法 那中國出的呢 就會偏向中國的想法 和中國的資料數據 會比較多 只有兩個大家用得到 都可以去試一下 很多時候大家都覺得 這些好像不太關自己的事 不用錢的程式 又沒有廣告 又可以有中文 你都不進去按一下玩一下 不知道現在的世代是變得很快的 我們時間很公平的 Toby姐一天24小時 Adrian一天24小時 我也是24小時 大家都也是24小時 但究竟那24小時 好像上次Adrian說的 她要1000小時去做Recruit 她自然出來的效果 就focus在那裡 就是你怎麼買 那些時間 對不對 我好應同她那天說的 究竟你每天24小時 千萬不要說自己沒有時間 每個人都有時間 但你用在哪裏 我希望大家有個概念 就是什麼呢 大家學習的速度 就一定要快過市場 淘汰你的速度 一學習 你每天學一點就行了 每天又學一點就行了 這些我們現在不用考試 每天按進去 就是這麼簡單 每天累積每天累積 自然你就發覺 就算她怎樣 一路更新的app也好 你都追蹤到 你都跟得到 現在市場是變得很快 Check TV的日子11月出 在今個月 她已經叫她到第四代了 嚇死人了 幾個月升級到第四代 那些時間 你想想那些設計程式的人 是多厲害 如果你還不學 那什麼時候學呢 這個呢 我在網上 就有一個老師 她就說 現在的世代 有四種人的錢 是比較容易賺的 第一呢 就是賺女人的錢 女人肯花錢去美容 去瘦身 去買化妝品 去買包包 做得好自己 愛惜自己 去Keep Fit 都是很有極致能力的 自己還得到 那究竟你現在做的行業 你的產品 做不做到他們的生意呢 這個是第一 第二 賺懶人的錢 她說呢 有些人有幾個工人 是不是 她可以吃幾個工人 就是不想自己做 是不是 她是會做的 所有人 她的豬手全都會去煮 她是教的 但她不用自己做 她省時間做其他更有價值的 例如我們做理財 客人不懂得理財 懂得財富本 懂得保險本 找我們 我們去幫她 很趕時間 已經跟她做一個分析 很專業去幫她 這是懶人的錢 對不對 第三 就是賺老人的錢 所謂老人 大家不要用錢的想法 今天的老人 很多國家都將退休年齡 已經退遲了 未來20年老人 全部都是很有錢的老人 這一班 全部都是60歲 拼搏了很多年 儲了一筆錢 這一班老人 是很懂得享受人生 很緊張自己的醫療 很想自己過一個好的退休生活 那你又問 究竟你身邊 你在做的那個工作 是不是能夠淺老人家的錢呢 賺孩子的錢 一向都是 那你現在博家總之 可以給大家生兩個 更加好 賺小孩子的錢 究竟你自己 我們做的這個行業 我們賺不賺到 小孩子的錢 當然賺到 教育基金 高端醫療全局 都可以做到 那四樣東西 我看完之後 哇 我們的行業 是真的四番都做到 這個行為 很有希望的 我們的行業 問題是你怎麼做 還有你有沒有去發掘 你會吸引到 這類型的客 會不會你 原來有很多女人拍的 是吧 即是桂魚而已 對了 例如 OK 賺打贏的錢 即是你 你歸就是言說法 我是賺有錢 到人家的錢 退休 講一下自己的退休 你如果能夠 演化到自己四個市場做到 其實怎麼會沒有生意呢 要學 每一日呢 我很喜歡液經的 Toby姐那時候送了一本書給我 液經呢 就是個變 每一日呢 都在變 世界都在變 就算我們自己都在變 大家知不知呢 我們身體的細胞純圍著 每天都生著 一些實的細胞 都死著 是一直這樣循環不適的 從小到大到今天 那些細胞的演變 才令到你今天變成這樣的樣子 那個變呢 好嗎 所以你不覺得自己變 以前我年輕呢 經常都覺得 變是最好 現在老了 還要跟著的時代變 你才會活得開心 千萬不要怕變 不要怕市場變 你跟著變得到 學習得到 就會越來越開心 希望送最後送四個字給大家 學無止境 好嗎 OK 謝謝